再來看到高雄市這名15歲的零星少女 她為了慶祝國中畢業 而結果跑去刺青 媽媽知道之後氣得 要告刺青師父傷害罪 不好意思 我要刺青 88歲了嗎 呃... 身份證借我看一下 來到刺青店 想要留下永恆的紀念 沒想到一開口 刺青師父就要求秀出身份證 就是擔心聽未成年的青少年 刺青後家長會找上門理論 現在就避免這種東西 發生 怎麼變 就直接玩去 要不然就是簽家長同意書 高雄市就有一名15歲的零星少女 為了慶祝國中畢業 跑到刺青店 在胸口刺了個拳頭大的圖騰 沒想到媽媽知道後 氣得要告刺青師父傷害罪 她說她家人沒關係 她說她刺子誰啊 沒關係 她說我們一開始也是有 她講說你確定 然後我有一次的好奇就怎樣 然後我反正說再賠多一點 就是堅持服務這樣 為了避免類似糾紛 有良心的店家就會準備這張 文生刺青同意書 清楚列出了未滿18歲者 須有法定監護人陪同 或是在同意書上簽名蓋章 還強調一旦刺青文生後 圖案是永久性且不易去除的 被家長投訴的刺青師覺得很冤枉 但因為沒有要求少女出示家長同意書 確實有疏忽 律師也表示因為刺青被控告傷害罪 在法律要件上是不成立的 而店家已經跟少女的家屬和解了 不但會賠償 還會負責清除圖案 回復原狀 張天璇 蔡仲勳 張行 高雄報導